3月27日,向派在微博派出了向祖求婚郭迪婷的照片,官宣两人订婚。 在合照中,不少网友注意到,原来郭迪婷还有两个妹妹啊。 在与郭迪婷的合照中,三姐妹站在一起,与姐姐郭迪婷相比,两个妹妹的颜值就要顺色不少,甚至有网友直言,最左边的小妹妹根本就是不好看,姐妹间颜值差距真是天壤之别。 除了郭迪婷的订婚照外,还有网友找到了之前三姐妹的自拍合照,不过与订婚时的合照不同。 要自拍合照里的三人看起来都很好看,各自有各自的美,连对前辈说不好看的小妹妹看起来都十分可爱。 不仅如此,在郭迪婷三姐妹小时候和妈妈的合照中,虽然三姐妹都有出镜,但是右下角的郭迪婷还是很抢眼,明明都是四分之一的混血。 却只有郭迪婷有混血感,甚至有网友调侃说,一传是玄学,不仅是郭迪婷与她的妹妹们颜值有差距,不少明星语。 他们的兄弟姐妹都长得不太像,刚刚与郭迪婷订婚的向左,其实还有一个弟弟叫向右,两兄弟小时候其实长得还是挺像的,都胖乎乎的。 不过哥哥向左长大后减身减肥成功,而弟弟还是胖乎乎的样子,两人就变得不像了。 张伯芝也是一样,虽然自己的颜值超高,但是自己的弟弟的长相却与姐姐有一定的差距,还要网友说,张伯芝的兄弟姐妹都不好看,就她一个好看的,真是被老天倔顾的孩子。 不过也有明星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长得很像,主持人李湘也有个妹妹,并且两人还都有着酒窝,看起来十分的相似。 阮金天还曾因为与弟弟长得实在是太像,借过两人的合照,让人误以为是双包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